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学区教委的董事会主席 这是个女的 还有一个是前副总裁 柯林斯 也是一个女性 还有一个是前副总裁 叫什么 这是个男的 从名字上看 柯林斯是美国人常用的一个名字 看不出他的族裔 但是看照片上他是个黑人女性 其他两位从名字上看 这是拉丁裔 照片上看他们是白人 其实那个男的说是什么拉丁裔白人 他还不如我白呢 这是少数族裔 三个人都是少数族裔 你说少数族裔应该为少数族裔说话 这是应该的 要替所有的少数族裔说话 但是他们不 他们是为特定的少数族裔说话 为什么罢免他们杀 这个说来话长 那咱们长话短说啊 旧金山是个大城市啊 美国的这个大城市 那个地方呢 亚裔巨巨 华人呢 很多啊 那旧金山人口结构当中啊 白人还占不到一半 多数全是各个族裔的这个少数族裔 当然白人里边呢 还包括这个拉丁裔的白人 还有这个非西班牙语系的那个白人 那其他呢 都是少数族裔 就是说少数族裔啊 有色人种啊 比白人都多 但是看加州的这个族裔这个结构啊 这个白人占主导 但是呢 少数族裔是占大多数 旧金山呢 也是亚裔比较集中 其中呢 华人是占大多数的啊 在亚裔当中 加州的这个教育啊 实在是让人摇头 这是说的从小学到高中啊 这一段 那平均看小学到高中啊 这个加州的教育水平啊 加州这个教育成绩啊 确实不理想 在每一年全国评比当中啊 它蹲底啊 它不是倒数第一 就是倒数第二 我说的是平均成绩啊 加州有好学生啊 有特别好的学生 特别这个求知又强啊 又特别求上进 学习成绩还好 因为什么 有些这个学区特别好啊 好学区的学生嘛 他毕业率又高 升学率又高 那学区差的呢 基本上就放羊了啊 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啊 有个共同的特点 这打小啊 求知又强 又特别求上进 所以他们的平均成绩啊 就相当好啊 名列前茅 你看每次举办什么大赛啊 就是白人学生 亚裔学生 就是这个频繁的上讲台啊 领奖的 基本上都是不是白人学生 那就是亚裔学生 白人学生呢 非常优秀啊 亚裔学生也是非常亮眼 那哪个族裔把这个学生的平均成绩给拉下来了呢 就是拉丁裔这个学生 还有这个有色人种当中的这个黑人学生 那旧金山是这样啊 洛杉矶也是这样 加州呢 还是这个民主党的大本营 议会里的 州议会里的这个民主党议员也是占大多数 他们的这个政治势力是相当强的啊 那怎么提高拉丁裔的这个整体的教育水平啊 也是很多年来他们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绞尽脑汁啊 想尽办法啊 就是要把这个拉丁裔的这个整体族群的啊 这个教育水平给提上去 哎呀 又立法 又推出政策的啊 这个弄了很多花样 但是这么多年来啊 这些花样我个人是 我个人认为啊 是走偏了 加州的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啊 公立的啊 有加州大学10个校园 有加州州立大学23个校园 还有社区大学 那就更多了 其他的高等学府的话 还包括私立的啊 南北加州都有 那公立大学系统里边的话 有几个是名列前茅的 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 加州大学洛杉矶 加州大学这个圣地亚哥 还有南加州还有一个 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顶尖的这几个校园里头啊 白人学生第一多啊 其次是亚裔 而亚裔里边的话呢 华人学生又是最多的 有那么几年呢 这个亚裔学生啊 好像是占了大学校园里边 顶尖大学校园里边 单一族裔的这个绝大多数 单一族裔的这个最多数 那这个校园的学生人数的这个比例构成啊 那就跟加州整个的人口比例构成 就就就不一致了 那最突出的是什么呢 你那么多这个拉丁裔学生啊 在加州这个居民当中 但是校园里的这个拉丁裔学生呢 站的人数就比较少 那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就是以后加州的这个社会当中呢 就是如果是拉丁裔的这个居民啊 这个人口啊 那他们就是说 因为教育程度普遍的啊 他的比例啊 咱说的是比例 不如其他族裔的那高啊 那就会形成什么呢 拉丁裔的这个族群呢 蓝领的多 那其他族裔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呢 那就是白领的这个比例高呗 所以为了这个 加州的这些政客们呢 很多年来就想提高拉丁裔的这个高等教育水平的这个 这个比例 其实鼓励谁上大学都是好事 但是呢 这个名额有限 名额有限怎么办呢 以前的原则叫做择优录取 如果按照择优录取啊 那拉丁裔这个族群呢 那就变成弱势了 所以政客们呢 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想了个办法 怎么呢 他要弱化择优录取 同时呢 强调这个足以比例的这个名额分配 而且经过这些年的他们的努力呢 加州这个高等学府啊 这个体系啊 也确实有了一些这个改变啊 比如说录取的时候 有名额限制 而且呢 还取消了SAT ACT的这个 考试成绩的作为录取的一个参考 就是弱化他们的参考 那就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啊 这几年好像还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别着急啊 等再过若干年呢 这个变化和这个结果呢 一定会出来 那就是什么呢 那这个效果肯定是这个高等学府的这个 学术水平啊 有所下降 因为你弱化了择优录取啊 这一块 那肯定是耽误了不少啊 这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啊 这些青年学子啊 他们的这个前程 另外你强调这个足以的比例分配 那以后的话呢 大学校园的这个毕业率啊 有可能下降 那同时呢 就是拔尖的学生的这个绝对数啊 也有可能减少 很多学生家长啊 跟我是持同样的看法啊 就是教育呢 得从小学开始 得从小孩子开始 你不能说是这个 取那个高等教育这一段 完了高中中学小学啊 这一点呢 你不太上心的去安排 这个民选官员呢 你应该是不光是 照顾到这个教育资源的分配 你还得从小抓起啊 你更重要的是 是从这个小孩子 从小啊 激发起他们的上进心 和求知欲 但是就今山一学区教育那三个人 被罢免的那三个人啊 他们在担任公职期间 他干了些什么事 他们就是弱化这种 择优录取的这个原则 就是把这个好学区的这个录取标准啊 吸收这个新生的标准呢 他改了 他不要说是看学生的这个学习成绩了 他要什么 他抓揪 他要抽签 就是说呢 你这个学习成绩好了 未必能进这个好的学区 你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差的 只要你运气好 你平时调皮捣蛋也行 你不是那块料也罢 你照样能够进 照样能够进这个好学区去读书 这就引起当地这个居民不满了 那你要提高教育 你不是说是往下拉呀 你应该往上提升才对呀 中国的有些传统观念呢 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参考 比如说呢 就是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这个观念呢 跟美国式的这个教育 这个启发式教育 这是相当吻合的 意思是啊 就是鼓励小孩子 打小就有这个求知欲 这是怎么回事 他有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欲望 小孩子有求知欲的话呢 老师教孩子啊 这才带劲啊 不是说一味的是灌输这个知识 灌输知识的话 那个他装也装不进去 你要配合和激发小孩子的这种求知欲和上进心呢 必须跟学生的家长来配合 那么家长在这方面的配合呢 包括啊 这个肯在这个教育方面投资啊 肯在这方面花钱 中国传统观念里边啊 还有一个学而优则是啊 学而优则是 不但要这个学 学了还得拔尖 你拔尖的那个啊 那才是有更好的前途 你看孔父子这个三千弟子 七十二仙人 七十二仙人就是那个三千里边的那个拔尖的 这就是学而优则是的他的内在魅力 亚裔家庭啊 就特别重视这个培养下一代啊 肯在这个教育方面投资啊 比如说学区啊 好的学区啊 他房子比较贵 他宁肯这是多花钱呢 他也要这个千方百计啊 这个住在这个住在这个好学区里边 这还不限于这个北加州啊 南加州也也一样啊 其他州也一样 好学区的房子都比较贵啊 连中国都学了这一套 你看好学区的房子多贵啊 那学生的家长啊 尤其亚裔学生家长花了那么多钱 投了那么大的资啊 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结果你不是弄的学而优则是啊 这个原则 你这个抓究你抽签 那人家钱不是白花了吗 你提高教育水平啊 不是说把这个好学区的往下拉啊 往下拽 往下拉 你应该把这个这个平庸的学区啊 你往上提升啊 这才是正当 你遇见好学区了 你这个过去踹一脚 你扇他两巴掌 这个不是提高教育的这个好的办法 另外这个大学录取的这个原则啊 不应该弱化这个学而优则是 反而应该强化这个学而优则是 所以说这次旧金山啊 学区三个教委被选民投票罢免了 这个早就应该这样 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 这个呢 这次罢免呢 确实是反映了真正的民意 那这期节目到这儿 下期节目再见